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糖醋排骨的做法 做好的排骨,颜色红亮油润,味道酸甜适口 排骨肉质鲜嫩,入味又好吃 这些呢,是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新鲜雷排 已经让老板剁成段了 买的这些排骨呢,花了40多块钱 然后再将排骨冲洗干净 把排骨上的血水和骨头渣都冲洗掉 再切一小节的葱段 切几片生姜片 然后把洗干净的排骨倒进凉水锅里焯水 加入葱段和生姜片 再加点料酒去腥味 直接开大火煮开 把排骨里面的血水煮出来 锅里煮开后,再多煮2分钟关火 用大揉勺把排骨控水捞出来 顺便呢,把盆里的葱姜调出来不用 然后用热水冲洗排骨 把排骨上的血沫和杂质都冲洗干净 洗干净的排骨再自定干水分备用 然后调一个糖醋汁 小碗里加入3勺的白糖 加入5勺的陈醋 加一勺的生抽 再加点料酒 然后加入少许的盐 继续搅拌均匀 咱们这个简单的糖醋汁就调好了 放一旁备用 下来锅里倒入油 有微热的时候转小火 把拎干水分的排骨倒进锅里面翻炒 这里呢,要多翻炒几分钟 先把排骨里面的水分炒干 慢慢的把排骨炒到微焦 炒出来一部分油的时候就可以了 多做这一步呢,也可以去除腥味 然后将排骨控油捞入盆里备用 再往锅里倒入小把的冰糖进去 用小火翻炒 把冰糖完全的炒化开 一直炒到变色 最后变成枣红色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重新把排骨倒进锅里面 快速的翻炒均匀 让这些排骨都均匀地挂上糖色 再加入切好的葱姜 加两个八角进去翻炒 排骨全部裹上糖色后 再倒入刚才调好的糖醋汁 进去翻炒均匀 然后往锅里倒入多些的开水进去嚼一嚼 加入开水的量呢,淹没排骨就可以 擀锅盖,转中小火炖40分钟 让排骨更加的入味 排骨炖了40分钟后 顺便把锅里的葱姜大料都挑出来不要 然后转大火收汁 最后把锅里的汤汁收到浓稠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上面再撒点白芝麻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糖醋排骨就做好了 色泽红亮油润 排骨鲜嫩入味 味道酸甜失口 开胃又好吃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非常喜欢这道菜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咱们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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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视频